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嗨,你好,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一下,同理疗法可以处理的问题 都很容易,都会有些发生在一些人上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沉麻疹 熟称好像风烂类那种的形式,风疹那些 当然,有些就很轻名,有些就会很严重 好像我自己几年前的经验,就是非常之严重的了 幸好袁先生的疗势,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要不然,在西医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会很长时间 可以帮我们听众解释一下沉麻疹的成因,或者是有些什么症状 在疗势方面可以用哪些 通常,沉麻疹我相信,我想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 轻症是占重的问题 很少说,从来都没试过这些风烂,是很普通的 这种皮肤问题,通常是对食物或者环境的致敏的导致 尤其是对花粉,沉满,或者羊毛的过敏 但是也有些情况,沉麻疹也可能是因为运动和温度变动 有些人是这样的,脱了衣服,冻一冻,又很烂 有些人在运动之下,他们会痕了,发痕了 也都遇过这些病人,是受压的地方 比如腰带位,屁股位,睡觉那里,经常挟住他 那里出现这些痕的风冷 这种物理性的,机械性的引发都有的 症状方面,通常是红色,凸起来的伤痕 有时你骗一下它,种得很厉害 通常是凸出来,不是平滑的,红色的 通常是很痕,有灼熱和肿胀 有没有病发症呢? 在严重的急性的沉麻疹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可能是一种过度反应 就是过敏的反应 这种情况,特征就是小的知识管收缩 或者引起劇烈的痕氧,肿胀和呼吸困难 这些是一种很急性的东西 可能会危及性命的 整天喉咙都涨了,不是外面涨 连喉咙都涨了,不能呼气 就是这样的了 那种当然是急性要搞 但很多时候,那些人的沉麻疹是反反复复的 离一下又去一下 可能变成慢性和反复性的病 记住,在这种情况 好了,遇到情况,遇到沉麻疹出现,留意什么呢? 第一,看看它到底怎么样 多大,多多,多大,是什么颜色,位置在哪里 还有没有明显的肿胀 还有没有其他的同时出现的明显的症状呢? 好了,和我撂回此,很简单 如果是肿胀得很厉害,第一件事是蜜蜂 Apus beneficus 如果因为是蜜蜂钉伤引起,那就更加了 以毒攻毒,那就用蜜蜂了 好了,如果主要的症状是痕的 很痕很痕,不是肿痕,是很痕很痕 令到那个人是繁躁不安的 走来走去,不知怎样,坐不定那些 那就用什么呢?是野角 Rust Toxic Dandrum 不安要动动,痕是很严重的痕 好了,但如果那个症状是刺痛 是有种这样的症状,但是也不是很明显的肿胀 那就考虑就是沉麻,Earthic Urine 是这三种,哈哈,这三种是主要的疗势 通常疗的疗法在几分钟,几个钟头 就很快送出去舒缓这个的 但当然,有些慢性的病人,慢性的沉麻产的病人 就应该找一个合资格的疗法医生帮你跟进 这个可能用药的层次有些不同的 好了,除了疗势 希望大家身上有疗势,可以立即使用 万一没有,或者出外,刚刚我们的疗势盒 套装没有随身带在那里 那怎么做呢? 指痕方面呢,我们可以用梳打粉 或者一杯梳打粉浸浴 或者用那些蜜片,溶在水里浸浴 用温水浴 如果在家里的,用蜜片搅拌至它变成粉 放在浴缸那里 当然,如果你的地方是特别肿胀的 那就试一下用冰袋,或者冻敷一下它 如果有时你用冰袋舒缓到,这个症状还是蜜蜂的症状 好了,也有些人去喝,吃一些Alka-Selsa 就是小面的药床一般都买到的 那些梳打片,那些叫Alka-Selsa膏 那就溶在水里喝 如果在家里自己有的,就用梳打粉 我们健康者经常都强调 梳打粉是可以处理很多病 甚至乎包括癌症状 那用一茶匙的梳打粉,溶在一杯水里喝 可以另外用维他命C 每两个钟头吃五百个毫克 直到症状消失 在这种情况之下,每天最多吃三千个毫克 都可以的 好,个别疗疗方面,就只有三间 第一是蜜蜂 那个蜜蜂蜊是蜂蜂蜂 พ chronic装和卓烈 夜晚的又痒到制止永远 甚至乎身体黑眼ights 其他人逗..? 蜜蜂蜂的相同是要乱 gente 如果一遇到任何障碍就会有暴躁 尘牙诊的时候,蜜蜂正型的人用冻肤舒服的 用冻毛巾敷一下它舒服的,冻风吹一下它舒服的 这种诊的面积通常是很大的,会有针刺的感觉 还记住,不是太口渴,不是觉得很需要入水的 热肤就会令病情更加差 相反动肤就会令蜜蜂蜂更加舒服 第二种是野葛 野葛很多时候,蜜蜂蜂可能是因为受寒、受潮湿、引发也有机会的 或者有时候,他可能自己发冷发烧的时候出现了蜜蜂蜂 还有,有时候蜜蜂蜂出现,有些关节是比较僵硬的 野葛是一种关节的尿剂 野葛人的性格是平易近人的 但是有时候会烦躁不安,尤其是病化的时候 他人很不安,就是走来走去的 蜜蜂蜂蜂是很劈烈的痕痕,痕都会发疯的 蜜蜂蜂蜂蜂也发热,会灼疼 野葛人终于喝冻牛奶 如果用冻肤潮湿,是令身体更加差,热会舒服的 很多时候,野葛的阵营的人,可能冲着热水凉 冲着冲着就觉得好像好一点 这个就是热肤会舒服的意思 你记住,野葛 最后就是沉麻,Ertica Urine, Staining Nettle 这种的沉麻产,很多时候吃了贝壳类的食物,引发 沉麻产的痕痕,畅热和刺痛 有时候感觉好像在生热肺那种感觉 有痕痕,有凸起来,有红色的斑点,这种风陈 什么令它差呢? 湿冻的空气,冻水浴是令它差,温暖是令它好一点 OK?这三种是很清晰的 每一个疗剂有个别的症状 相信大家是不难找到一个疗剂 所以是帮助你们处理可能长期困扰你们的皮肤的沉麻疹的问题 是的,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沉麻疹,这个风疹那些 其实很容易,因为刚才也说过的 那个成因,很多时候除了食物,环境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就是说压力,或者是一些 正如刚才说的,一些人做完运动 一脱衣,一进去冬的空气 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红种种 应该大家都会经历过这些惨状 有时候可能就是小型一点,很快就过去 自己的身体,但是也听过刚才说的 如果去到一些过敏的反应太大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就去到气管那些会收缩 真的这个是会危害到健康的 所以我们学会了这些疗剂的时候 都要常备在身边或者家居那里 有一些疗剂的时候 就可以立即及时去处理了这些问题 不需要等到出现了过敏反应 或者将它变成一种慢性反复性的 出现了这些问题而受苦 希望大家可以准备了这些疗剂在身边 我们的套装疗剂已经可以 在独创意健康店找得到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想查询有关各个同理疗剂 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w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恨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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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